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心一起一试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很清楚 机场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面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暂暴仍然是最重要的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猎狐2014 在十年前 山西的太原发生了一件 728特大金融诈骗案 涉案的金额高达11亿元 这让当时山西太原的银行业 几乎是全军覆没 同时呢 这也是山西省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 案发后 这起案件的首犯朱某逃往国外 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今年猎狐2014行动当中 警方弃而不舍 这个长达十年之久的特大金融案的首犯 朱某 孔某终于被吉拿归案 2014年8月1号 728特大金融诈骗案犯罪嫌疑人 朱某和孔某 被山西警方成功押解回国 至此 两名被公安部列为B级逃犯的犯罪嫌疑人 结束了他们十年的逃亡生活 2004年7月28号晚上8点 探员警方接到了一个让他们倍感震惊的报案 建行来我去报案 这处乎的一义务 不一而非 非常接近 不可思议 把你吹到银行 那钱都让别人去走了 偷偷去走了 那样什么地方吹钱都放心 被犯罪分子全部提了线 就是转上走 分了40多个单位 把1.5亿全部转账 没有了以后 当时执行网络的账户上 余额只是7万多元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事情特别重大 原来2003年7月25日 山西执行网络有限公司 在中国建设银行太原市万博林之行 开货存入1.5亿元 存期一年 然而一年后 等这笔巨款到期的时候 山西执行网络有限公司才发现 这笔1.5亿的巨款 早就被人陆续转走 账户上只剩下7万多块钱 发现这些钱 打到若干个公司 提现 消费 转账 都去 就把这些钱都 变了线都走了 当时我们发现一个 就是共同一个规律 这些公司 大部分法定代表人 都是朱一杰 就是新型建筑材料公司的 法人朱一杰 而此时警方发现 朱某在转走巨额资金后 不等受害公司察觉 早就逃得无影无踪 这个时候 发现朱一杰 已经于7月初 就已经触境 从北京到深圳 到香港 就触境 已经潜逃 而在调查朱某诈骗建设银行 这1.5亿元 一案时 警方发现 这个案件 只是山西金融系列 诈骗案的冰山一角 当时都没有想到 这1.5亿 在我们内陆城市来说 已经是个大案了 可在随后的发展以后 发展的就太大了 在8月3号 8月5号 8月7号 8月9号 各个银行 农行 建行 中行 交行 分别来我单位报案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的 调查案件时 另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 消息传来 8月3号 8月5号 8月7号 8月9号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陆续向警方报案 他们银行 也有大量资金 被人偷偷转走 五天之后 警方统计和调查的数据显示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 除中国工商银行外 山西太原银行业 几乎全部出现了问题 除此之外 还有证券公司 信托公司 和企事业单位 也牵连其中 案件供涉及 山西省辖内银行 分支机构 近20家 损失金额 高达11亿5615万元 共计73期金融票局 诈骗案件 当时我们也感觉到 这个案子特别重大 我们从我们办案人员来说 第一次遇到 这么大金额的 这个案件 我们特别震惊 就是说银行 能出现这种问题 储户的钱 存到银行里没有了 第二个呢 涉及的大部分是国有银行 而且呢 就是说金额特别巨大 有11亿多 当时呢 这个就特别震惊 山西警方迅速成立了 七二八特大金融诈骗案 专案组 抽调一百多名警员 昼夜追查 压力特别大 大家呢 没白天没黑夜的 全部住在办公室 我当时我记得是 两个多月没有回家 通过警方业已 近日的监果奋战 不到两个月 警方刑警涉案 人员26名 及时冻结 80个涉案账户 经过警方的调查 发现这一系列 基隆账品案件 都有着相同的 作案手段 犯罪手段相同 都是就是 社会上人员 和这个银行人员 相互勾结 换了一件卡 然后随后 把这个客户钱取走了 这是中间 他为了迷惑 这个迷惑这个 垂款户 他们又做了个 假对账单 就假如 把钱取走了 做了个假对账单 说这里面还有钱 还剩这么多钱 送到这个 这个垂款户手上 达到他这个 迷惑这个 垂款户的目的 通过警方的调查 发现 728系列金融诈骗案 是一帮窃贼 通过和银行人员 内外勾结 司刻印章 伪造转账支票 等等手法 将各大银行的存款 转至其他账户 再以直接提现 转为成对保证金 等等形式 骗取巨额资金 组建了一条 运作顺畅的 蒸发存款流水线 这一系列金融诈骗案 一共涉及 40多名犯罪嫌疑人 在警方的追击之下 大部分犯罪嫌疑人 都已经落网 但是骗取建设银行 1.5亿元巨款的朱某和孔某 一直都潜逃在国外 那么犯罪嫌疑人 朱某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骗取如此巨额资金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2004年7月28日 山西警方接到建设银行 汉原市万布林之行报案之后 迅速展开调查 不久之后 警方就发现 这是一起由朱某和银行内部工作人员 内外通知的机动账金 客户开户以后 这个银行的印减卡 他自己流水 如果说就咱们去 客户如果去取钱 都要这个银行工作人员 都要比对印减卡 但是这个 别人如果去走了 肯定是可能性不大 这样情况我们就感觉到 就怀疑 有可能是内外勾连 那么朱某是如何与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勾集的呢 今年50岁的朱某 是汉原市新型建筑公司法人代表 2003年5月 因为公司出现资金困难 朱某向建设银行 汉原市万布林之行 提出贷款 想进行周转 就是资金周转也比较困难 我跟银行谈 我要贷一部分款 一个月吧 当时银行他也答应了 要给我一个月 据朱某交代 为了能及时拿到这笔巨额银行贷款 他采取了先存款 后贷款的方式 通过熟人介绍 以承诺高息的方式 让山西智系网络有限公司 将1.5亿元存入建设银行 存期一年 可是 当朱某找到当时建设银行行长 邵某贷款的时候 却发现贷款并没有那么容易 他说有点困难 也没有恶作 他说我给你想办法 那么 建设银行行长邵某 会想出什么办法呢 据朱某交代 邵某想出来的办法 就是让他撕可公章 以山西智系网络有限公司的名义 先终止1.5亿元的一年期存款 将刚刚存进来的1.5亿元转走 过了两天以后 他就告我 给了我那个网络公司那个印件账 说你可以给账 我就可以把钱给你转出来 邵某给朱某的就是山西智信网络有限公司 开户时的银行预留印件卡 如果储户中途想要取款 转账支票上的公章 必须和银行预留印件卡上公章进行比对 准确无误之后才能取款 于是朱某让自己公司的总经理孔某 谎称是山西智信网络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拿着印有假公章的转账支票 到银行转账 结果却出现了问题 当时好印象中好 是硬件不付是怎么 然后就退回来 这个时候呢 让这个财务人员发现 说你这张不对啊 这怎么能把这个是 做这么多钱给你转让走 这不行 当时就卡 当时就卡住 朱一街就开始 对银行的行长 副行长 这一系列的 就是可以动钱的这些人呢 进行沟通 贿赂 为了能逃避银行的监管 顺利将1.5亿元资金取走 朱某通过赠送手机 高档手表等方式 贿赂银行的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 更换了银行预留印件 把这个银行的预留印件换了以后 在银行购买支票 将存款1.5亿 该公司的存款1.5亿 转上他所控制的公司 进行使用 这个就是朱一街 思客的印章 在转账发票上 盖上这个章 把存款这个钱 把储户这个钱 转上走 改令件以后呢 这时候 完了以后 朱一街就把那个支票本 就给了我了 他需要多少钱 他说告我添上数字 我就添上数字 比如有时候是 我添上数字给了会计 有时候是我自己去送的银行 更换了银行印签卡之后 从2003年7月31日 也就是山西智信网络有限公司 将1.5亿元 存入建设银行的第5天开始 朱某先后将1.5亿元 打入山西德利安商贸有限公司 探员是玉龙公贸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银星科贸有限公司 等多个公司的账户 最后 山西智信网络有限公司账户里 只剩下7万余元 我们在案发以后 在北京朱一街的公司里 查获的数个和朱一街有关的公司 法人均为朱一街 这些公司均是为他朱一街转账 贷款或者其他的经济活动而使用的 没有任何经济 这个你看他这全都是通行费用 就没有什么营业收入 基本上全是费用 停车费 汽油费 这些他拆旅费 从他的记账凭证和财务资料来分析 就没有盈利的项目和经营的 就是说的这个资金流向 大部分是进来钱直接转上走 就是典型的批包公司 空壳公司 就是为了他的金融诈骗 做准备的一个空壳公司 就是他一共有多少个公司注册 在太原应该有20余家 在北京我们查获的是4家 在大同也有他的公司 涉及大同太原 就是三西北京河北太原 均有他的投资公司 据了解 朱某名下有26家各种名目的公司 其中大部分都是用来转账的空壳公司 那么被朱某非法转走的1.5亿元巨款 真的是为了公司的资金周转吗 采访时 记者调查了解到 10年前 朱某在山西小有名地 初中没毕业 就跑到广州做贸易 后来在山西大同 创办了英特俱乐部 一度成为大同地区 规模最大 档次最高的娱乐场所 一年盈利就高达2000多万元 在很多人眼里 朱某是一个手眼通天 很有本事的一个人 他的情商高 他底下好多人的 他能拢住这些老头们 包括我 因为当时我在山西 我地位很高 朱某曾经是山西赫赫有名的人物 因为公司一直盈利 所以朱某还曾经拿钱去捐款 做慈善 那时候我才30多岁 为什么一个叱咤风云的老板 会慢慢走向犯罪的道路呢 主要就是那个赌钱把我害了 据朱某交代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他开始跟朋友到澳门赌场去玩 拿了几千块钱赢了十几万 我说这个来钱块 这么刺激 按照朱某的说法 赌博几次几又来钱块 于是他便不停地出入各种赌博场所 我在赌场里一晚上赢过5000多万 那300万 赢了以后又膨胀了 这钱来得快 最后输的时候 今天1000万 明天两天 最后又输给他 警方在调查时发现 朱某非法诈骗建设银行 1.5亿元的资金中 有4000多万元 都用于偿还赌债 大部分做了投资 还他的赌债 还有以前的个人经济纠纷的欠款 就根本是已经把这钱收不回来了 我们查 他控制的二三十家公司以后 基本上没有盈利项目 因为我们看在财务资料 全部是费用 就没有镜像 所以他呢 他这个就是说的经营上面 是肯大 肯定是出现大问题了 2004年5月 山西智新网络有限公司 存入建设银行 1.5亿元一年期的存款 仅剩下两个月时间 沉浸在各种赌博 长寿的朱某突然发现 自己的公司 根本没法赌上这个窟窿 眼看着事情就要败露 朱某害怕了 我就觉得害怕还不回来那么多 我就提前跟朋友 就借上几个月 到其了倒一下 说好以后 当时这个快到时间了 我那个朋友那边出了一点事 这种情况要没有办法 我才 就有点害怕了 我就考虑到不行 不能在国内抓了 当时 抓住很麻烦 2004年7月1号 朱某已经潜于济穷 于是他瞒着家人 带着900多万的现金 与公司总经理孔某 先后外逃出国 从广州 我去了香港 坐船去了香港 我在那边努力 看能不能把这个钱 能凑够给它补上 一看没有希望 我才从香港飞 飞走的 才去的飞走 我们看到 曾经生意做的红红火火 还当过山西省政协委员的朱某 因为豪赌 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在骗得了1.5亿元之后 朱某逃往了国外 一逃就是十年 好 接下来呢 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看 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在朱某和孔某逃往国外之后呢 警方就迅速发布了 红色B级通缉令 实时网上追讨 那么朱某和孔某是如何度过这十年的呢 2014年7月的一天 负责728特大金融诈骗案的警官刘徽斌 接到一个电话 这让他既意外又兴奋 他的一个朋友 就是原来我们接触过的一个生意伙伴的一个朋友 给我们主动来电话 说是朱宇杰和他联系了 那么十年的逃亡 此时的朱某和孔某到底会在哪里呢 事实上这十年间 山西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他们的追逃 十年终于早到了 我们就是就是七二八 这个追逃十年 就从来没有放弃过 朱宇杰呢 是七二八的主犯 当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特别兴奋 刘徽斌说 据朱某朋友透露 在电话里 朱某有意回国自首 那么 是什么原因 让逃到境外十年的朱某 想自首呢 十年来 他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逃亡生活呢 2004年7月 为了逃命 朱某从香港逃往非洲 因为刚才去了非洲 一个塞斯尔一个岛国 待了几天以后 因为我觉得不不安全 我选择跟中国没有建交的国家 他这个 他那个没有建交叫 斯维斯兰 非在那以后 我从斯维斯兰 花钱买官进去的南方 他电脑就没有我这个名字 我就害怕查到 朱某和孔某告诉记者 十年的逃亡 他们经常在恐惧中度过 有时候晚上做梦 提醒调查 提醒调查 最重要的是 基屋定所 因为你出国 出国都是 到哪个国家 都是旅游的身份 它不容许于你多待 所以你必须得来回走 来回走 来回跑 有的国家 最多住半年 就是离开这个国家 因为你必须办工作 我最发愁就是 一到一两个月就坐飞机 我在塞士尔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坐过神经堂 竹 竹的拐 一个腿就不能走路了 我当时竹的拐 那也艰难 想起来也挺艰难 竹的拐坐飞机去 不走不行 十年来 朱某和孔某不断变化着身份 更改着自己的名字 先后买了新加坡 泰国 塞舍尔 柬埔寨 肯尼亚 南非 等多个国家的护照 挑白自己的身份 但总是诚惶诚恐 经常考虑 过关会不会在机场把我扣住 现在全世界都抓我 朱某交代 逃亡的前两年 他们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直到2006年 朱某在南非办了工作拘留 还买了套高档住所 才暂时安顿下来 但是 让朱某和孔某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他们的义国安家梦 就随着一起入室抢劫案的发生 破灭了 进来以后 就找老板去哪里 因为我家里公司的人 就说老板在外面打高尔夫 因为我那是高尔夫球场 中间是外面别说 当时这种情况 没有人也说我在后面 当时也挺害怕 拿着枪嘛都不害怕 不过人都叫我们到楼上 一个房间里都蹲一下抱着头 然后呢 他叫一个黑人 拿着枪在那盯着 然后他们就找 结果没有找见处一截 结果就走了 过了第三天第四天 警察返回消息说有个尸体 在野地里 就杀死以后 就烧了 那汽油给烧掉了 经过这次险情 惊魂未定的朱某和孔某 很快就逃出了南非 我就害怕了 这国家这么自然不好 最后就 老孔那些完了 就撤到别的国家 就离开南非 当时我就想 我是要这样的话 我还不知道 要死死在中国 何必死在国外 是国外 大家都知道 我的身份都不知道什么 朱某和孔某 辗转几个国家之后 又到了新加坡和柬埔寨 每天他们在担惊受怕中度日 而更让他们备受煎熬的是 十年的时间 都无法与家人联系 有时候想老人 想孩子 想家人 就想爱 想孩子 特别想孩子 原来我离婚 带这个儿子 儿子还有个残疾的 丢了心脏面 完了找着这个太太 因为某一世 一家人特别好 把孩子几岁给我看大 我走了十年 也不知道死活 我对对不是一个老两个 十年的逃亡 朱某和孔某身心疲惫 身为逃犯 他们终日诚惶诚恐 十年里 他们带走的九百多万现金 也所剩无几 逃亡的日子里 他们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 国内的动向 我是2011年2月份 国家人大通过一个经济犯 没有死刑 有13条 我看了以后对我挺震撼 我就大概哪个成熟的 司机以后 将来我选择的司机 我要回来 今年七月 朱某在网上看到了我国公安部 击捕再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 2014专项行动 当他得知 自首可以有宽大处理的政策时 他给朋友打了电话 转发了他要自首的消息 说了很久 他也说 我终于听到咱们三系的相应 还有他这个情况 能直接了当地说 他原来也就说 我在境外 也就是通过媒体一致半计 我也其他情况我也不知道 他也看到 这个猎狐2014的声势 就在这放的 还有咱们三部委的通告 投案自首 就立功 得知中猛要自首的消息 以后 办案警官刘徽斌在电话里 小真以理动之一情 不厌其烦地给朱某讲解 这次猎狐行动的政策 他原是公安局 山西省公安厅 也先后多次和朱某电话沟通 希望他能投案自首 但朱某还是有所顾虑 他最大的顾虑 现在就是说 是不是死刑 这第一个 一个就是他考虑他回来以后 审判和这个案件的这个移送 是不是能判 能判多少年 就害怕判得太重 判得太重 回来以后 因为我现在都50岁了 不能这辈子就这样结束了 经过多次沟通 朱某向警方提出 如果自首 他想先见见自己的家人 他在电话当中非常急迫 他说我就是对老人的忏悔 因为他有个儿子 是前妻的 他就给我讲 他说和人家的老人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人家跟他管了十年 况且他孩子还有点病 我说这个没有问题 得到了警方的承诺 在内心深处 对亲情的强力渴望下 朱某决定回国自首 然后听长耐心的教育 跟他们说服 我就下定决心 跟孔冰一块儿回来 从我内心来说 我肯定双手赞成了 2014年7月底 中国警方前往柬埔寨 在和柬埔寨警方 共同合作下 8月1号 逃亡了整整十年的朱某 孔某两人被押解回国 回到国内后 警方特意安排 朱某和孔某 与家人见了面 了结了他们的心愿 朱某跪在两位老人面前 向老人忏悔 早一点出来 过正常人的生活 两个儿子都等待你 我们也都等待你 警方气而不舍 毫不放松 终于将两名B级逃犯 成功劝犯 朱某孔某归案之后 向警方供述了他们进行 金融票据诈骗的犯罪事实 并举报了其他境外再逃犯 回国之后 他们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亲人 他们的潜逃境外的十年当中 从亚洲逃到非洲 再从非洲逃回亚洲 逃亡了十几个国家 东躲西藏 居无定所 可以说他们度过了 不堪回首的十年逃亡生涯 12月1号 是我国政府对再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 投案自首的最后期限 在这里 我们也要奉劝那些再逃人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对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高度重视 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加大交涉力度 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 避罪天堂 所以即使逃到天涯海角 也是难逃法网 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